我今天呢,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以公司的角度,我总经理,为什么对这个产品非常有信心,也知道这么多他这个产品对所有的健康问题都可以帮到呢,为什么我每一次这么信心呢,最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用这个IM laser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受到,包括我家人,我母亲等等,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啊,还有我所见到的东西,所以我知道这个IM laser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老实讲,我也是跟大家没有什么分别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IM laser的时候呢,我也是跟大家差不多是一样的,存有一点点怀疑到底他这个IM laser,到底他的功能,功能,功能, 到哪里呢,到底会不会怎样帮到我们呢,然后呢,最主要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用了过后,对我自己身体非常好 我进入这间公司的时候呢,是12月1号,2015年,我记得很清楚的,那时候呢,第一次来到这间公司的时候呢,Mr. Ling呢,我们的CEO呢,就告诉我这个产品其实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好,因为他本身的健康问题非常糟糕,包括,就是说他有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脏病的问题啊, 等等啊,然后他以前的样子啊,他以前的样子啊,他以前的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没有用IM laser之前呢,其实他的样子呢,就好像那种黑黑瘦瘦的,不像现在比较好看啊,比较肥,比较有红润红润的感觉,不是那种的样子的,那因为这个IM laser其实是Mr. Ling,他是第一个的白老鼠来的,当这个产品进入的时候,他是第一个人, 试试这个产品,他用了一段时间过后呢,医生呢,其实把他的药物减掉啊,甚至啊,他的健康问题都恢复得非常好,血糖也保持得非常好, 所以他跟我跟我分享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可以感受到他,他的那种所讲的东西是真正的很真实的,那然后我进入这间公司的时候,因为贵委总经理呢,我也必须知道这个产品,他到底的效果到什么程度,那我也开始就用了啊,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相信跟大家差不多是一样的,第一天用的时候呢,我带了过后呢,带完过后呢,我马上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爱睡了,非常非常的疲倦了, 因为之前还没有进入这间公司的时候呢,我长期在泰国做工,也长期的奔跑,到处奔跑啦,因为我你们都知道泰国有72个省, 我差不多在泰国的时候,差不多全部跑完的,因为我也是做直销的,在直销公司做的,那因为长期的劳累关系呢, 其实我的免疫系统什么东西都是不大好的,那第一次用的时候,用完30分钟,我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疲倦, 我那一天呢,我还记得第一天的时候呢,用完过后呢,我整天都是很爱睡的,很爱睡,很疲倦的,到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呢,你知道吗,我第一件事情做的不是吃饭啊,冲凉先,冲完凉过后呢, 衣服呢,都没有穿,躺在sofar看电视,哪里知道,看一下子呢,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我才醒来,到了第二天的早上,我才醒来, 整晚都是电视在看我,不是我看电视,灯全部没有关,我在客厅睡了一个晚上, 当天晚上的睡眠呢,我可以讲,是我差不多一生中啊,睡得最好的, 就算呢,你拿那个棍打我,我看我也不会醒, 那是第一个,第一个我感受到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我感受的东西呢,是我, 是另外一回事啦,那时候我在泰国差不多, 劳累的关系啊,免疫系统不好的关系啊, 那我的脸上其实剩了一粒啊,我们叫做, 呃, whats啊,whats可能,呃,华语叫做you啊,you啊, 好,那这,这一粒东西呢,我差不多2014年就开始有了哈, 2014年就开始有了,然后这一粒东西呢,它很奇怪的,它会慢慢变大的, 在我脸上的,慢慢变大的,甚至呢,有的时候你可以灭一些皮啊, 这一些它会小一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它又变大的,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呢,差不多我这个东西有了整年了,剩了整年了, 从2014就开始有了,然后呢,我的岳母呢,时常跟我讲这一粒东西, 其实是那个像你脚上伸的那些鸡眼这样子啦, 有根啊,你一定要有拿针啊,把它来挑出来啊, 但我那时候呢,也相信我岳母啦,因为我不懂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岳母有一天就帮我试试看,挑咯,拿针来挑, 一直挑,挑了过后,血呢,就流满脸,可是呢,到最后我岳母讲,挑不出来, 甚至呢,我家人呢,我老婆的那些家人就开始笑我, 笑我什么东西呢,我这粒脸啊,这个是应该是发财资来的, 它会越来越大力的,然后以后呢,会生毛出来啊, 哇,那时候你就发达了,笑我哈,那各位,讲没有用啦, 故事讲没有用,我给大家看一看哈, 这就是2014年我在泰国的时候,我脸上深深这粒东西, 2014年,到了2015年4月,各位看一看, 那个脸上东西更大力,还在的,没有掉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人家才会笑我嘛,我要发达了嘛, 然后呢,到了6月2015年,那粒东西还在,各位有看到吗, 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哈,然后到了, 2015年10月,那粒东西还在的, 比较少一点啊,但是还在的,偶尾也是还会大的, 那那时候我进入公司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这个IM laser, 每天都在试用哈,试用了差不多一个月多过后, 各位,你懂什么事情发生吗?哈,有一天,我的老婆忽然间, 跑过来跟我讲,诶,你的发财质怎么不见了?哈, 我,他自己都吓到,为什么我这粒东西,有了一年多, 忽然间会不见的,各位,这就是我用了一个月多过后,哈, 我的照片,各位看一看他的脸上,我的脸上, 有没有任何毅力,也没有疤痕在,哈, 这粒东西呢,其实呢,老师讲,给我带来,呃,许多困扰啦, 因为他其实,当你灭的时候,也是不小心的时候, 他是会流血的,流血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臭的,哈, 非常非常臭的,我用了过后呢,你看我的脸上, 这个,这个照片是我结婚,结婚的时候一月多拍的, 啊,2016年结婚,哈,然后你看他脸上, 根本没有这一粒东西在,所以呢,这个IM laser, 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是什么呢? 就算呢,今天你脸上有很多痘痘啊,这一些, 但是如果你长期用的话,普通带,带在手跟壁子的话, 然后呢,喝多一点水的过后呢, 照样的他自己会去解决这一些,啊,一粒的一粒的东西啊, 或者是脸上的痘痘的问题的,你的脸的皮肤也是会变漂亮的, 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第一个,第二个见证,哈, 除了这一个见证之外呢,我自己的本身,我也发觉到我的体力是非常好的,哈, 以前呢,哇,讲一堂课啊,要死了啊,你懂什么意思吗? 因为为什么呢?每一次讲课,讲完过后呢,我差不多要半条命了,哈, 但是呢,现在因为用了IM laser的关系了,哈,我在公司呢,有的时候呢, 分分钟钟啊,一天讲两个三堂课都没有问题的,哈, 哈,所以就是用了这个IM laser,我的经历也非常好,哈,经历也非常好,哈,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闪光,那我们都知道,呃,我们如果在Google card上面找的话, 我们都知道闪光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很难解决的,你有了闪光啊, 你要变成没有闪光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的,那,我的闪光呢,老师讲的,啊, 啊,之前呢,在2014年的时候,我配眼镜的时候呢,啊,那个,呃,眼镜师的,配眼镜师的,就跟我讲, 我的闪光呢,其实是,啊,左边跟右边都是,大概是150啦,150,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那个眼镜都是有闪光,闪光的,哈,然后呢,呃,在, 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呢,我,我决定去重新配过我的眼镜,因为我眼镜太久了,五年了,哈,那,我就去配我的眼镜, 再去验我的眼镜,哈,验完一次后呢,那个,呃,眼镜师就开始,呃,觉得有一点疑惑, 啊,为什么呢,他发觉到有点,可能有一点不大对啊,啊,啊,他就,问我有没有时间,再验多一次,啊,那我就,好了,我反正有时间,我就跟他再进去, 验多一次,验完过后呢,还是一样的,他就,我就问他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验这么多次呢,他跟我讲,其实呢,之前我的 闪光是150,150,可是用了RM laser,四年多过后呢,我在去验的时候, 他发觉到我的闪光,一边从150,跌到变0,另外一边从150,跌到变125,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了,哈, 如果,长期戴RM laser来讲的话,他也会加强你眼睛的湿力,甚至呢,闪光这一些的问题都可以搬到的,啊,因为他加强你神经线的功能啊,让你整个身体的,呃,八大系统啊,都可以跑得很好,所以呢,眼睛的湿力的问题啊,闪光问题的你长期戴RM laser,他一定可以搬到你的,那除了我自己之外呢, 啊,我自己用了过后,好处很多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也买了给我的家人用,尤其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啊,用了RM laser过后啊,简直是分,呃,分别非常非常的大,好,非常的大,那,那时候呢,我为什么,呃,会买,决定买这个RM laser给他呢,最主要呢,我母亲都是有这些健康的问题啊,这个是我母亲76岁的时候, 我把这个RM laser,呃,买给他,刚开始的时候呢,最主要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呢,我母亲呢,长期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会麻痹啊,啊,没有压倒也是会麻痹啊,甚至呢,以前呢,我母亲的神经线啊,神经线,颈这里的神经线有问题,啊,不是因为,呃, 呃,因为是老化的问题,所以导致到神经线出现问题,所以呢,他时常讲话的时候,头会很,很吃,很不自然的,这样自己摇的,他,他控制不到的,他去看了很多医生, 那神经线给他的总结是什么呢,给他的总结呢,是,啊,这个因为是老化问题造成的,所以是没有的办法医的,没有的吃药,没有的吃药的这一些东西,啊,还有除此之外呢,我母亲本身很多年来都有这个必斗炎啊,很严重的必斗炎啊,啊, 啊,时常呢,呼吸不好,啊,时常,啊,啊,很敏感啊,啊,打喷嚏这一些的问题啊,甚至他的严重到他的嗅觉啊,根本嗅不到东西很多年了,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呢,就是他的血糖,啊,我母亲血糖很多年了,啊,吃药也是很多年了,如果他平时呢,有照顾他的饮食,再加上药的话,那时候呢, 可能最好可以控制到七八了吃药啊,如果没有吃药的话,他分分钟钟血糖可以飙到十五都有的,所以他是属于比较严重的那种血糖的问题啦,但是他是太多的,他是太多的,啊,除了之外呢,还有他也有那个,啊,我们叫trigger finger,板,板机子,啊,时常发生的手痛,OK,那,那时候我还记得非常非常 清楚的,那时候我第一次买这个IM laser给他的时候呢,我母亲本身都是不大相信的,因为我母亲她是一个护士来的,你知道护士很难相信这一些东西的,啊,那,因为我跟他讲,这个东西是非常贵啊,啊,非常贵,买的三千多块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贵的,所以,因为贵的问题啊,我一直叫他用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来应酬一下用咯,然后他第一天用的时候呢,用完过后呢,啊,一次罢了啦,他,他,他第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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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mute他们先拿,OK,谢谢啊,OK,那,我记得我买给他的时候,他第一天用的时候呢,用完过后呢, 他第一天睡觉的时候 他就没有麻痹的感觉了 为什么没有麻痹的感觉呢 血液循环加强了 血液循环加强 血跑得好 至少马上就没有这种麻痹的感觉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他也是应酬式的用了 刚开始的时候 用一天用一次 然后第二天也是用一次 第三天也是用一次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呢 情况有一点特别了 就是说 为什么呢 当天第三天晚上的时候 我买了很多诺尼亚龟 回来 他就吃很多诺尼亚龟了 那如果你血糖高的人 你吃诺尼亚龟的话 你第二天早上的血糖 一定会飙高的 飙到很高的 那我母亲也是同样的情形 到了第四天早上的时候 他开始担心他的血糖 他就check一下他的血糖 他的血糖 非但没有飙高 第四天只是用一次一次一次 三天 他的血糖非但没有飙高 反而是掉到太过低 是掉到太过低 那掉到太过低的时候 他开始就觉得很奇怪 比较有信心的 那他就开始一直用 那他掉到太过低 血糖掉到太过低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药物减半 这个其实是我母亲教我的 但是他没有停他的药 他只是减半 他的血糖就开始恢复到正常了 那他开始很有信心 他就每天开始用 每天没有停过的用 一天用两到三次 那他用了两个月多过后 他的血糖又再次的跌到太过低 跌到太过低的时候 他又把药物减半 总之他用了三年多过后呢 他发觉到他血糖一直跌 跌跌跌跌到那个药啊 从两粒减到一粒 一粒减到半粒 半粒减到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他不懂 怎样减到八分之一了 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 他有打电话问我的 我跌到这么低了 还要吃药吗 所以我跟他讲 你不如去找个医生 由医生来断定 你需不需要继续吃药 那时候医生叫他停药的 所以他就停药了 但是呢 他停药也是有蛮久一下了 他没有再吃药了到现在 他都是用RM laser罢了 那到现在为止 我母亲其实是80岁了 差不多要81岁了 你知道他的血糖 还是保持在多少吗 其实他的血糖还是保持到 4点多 最高到5点多 所以RM laser罢了 其实针对血糖 就是糖尿病的人 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有效的 有一些人可能 初期的时候 当他用的时候 血糖好像不大会跌 这样子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形 如果你有遇到这种情形 你记得一样东西 当你有用RM laser 你的血糖没有跌到很大的时候 你要开始注意你的饮食习惯 你的生活习惯 包括有没有超 劳累过度啊 包括你的饮食啊 不要吃太多甜的东西啊 多做运动啊 如果你有配合你的生活方式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 你的血糖一定会跌到更低的 你的血糖一定会跌到更低的 然后呢 他另外一个我刚才讲的 他也有神经线的问题 那我母亲呢 初期的时候 他也不大了解 这个产品是什么的 但是他用了很好 他就把这个东西 借到给很多人 那很多人也不 那他的朋友那一些呢 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是全部都很相信 他就买 为什么呢 最主要不是因为 最主要是因为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知道 他的头会咬的 那个神经线的问题会咬的 他用了IM laser 大概两个月多 这样子了 他的头啊 不再咬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用IM laser 可以加强你神经线的功能 修补你的神经线等等 所以 这个IM laser 针对神经线的问题 也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有效 那B豆元呢 我母亲本身B豆元 我刚才也讲的很严重嘛 那那时候呢 他第一次用的时候 肯定有BT出来的 那他用 拥有了一段时间过后 这个BT啊 没有再留了 这个没有再留了 他的BT 当他没有留BT的时候 他发觉到 他的呼吸非常顺畅 甚至他是嗅觉 以前因为B豆元的关系 嗅不到东西 他的嗅觉都回来 他的板机子也改善了 除了这一些之外 其实很多很多事情都发生在我母亲的身上 包括 他的头发有在身 各位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 他以前是这样子的 比较黑的 然后脸也是比较 皮肤的色素也比较难看一点 你看他现在这个是80多岁的 去年才拍的照片来的 他的样子你看 像不像80岁啊 我可以讲 他的样子不像80岁哦 他用了这个RM Laser过后 他的经历也非常好啊 以前70多岁没有用RM Laser的时候 我跟你讲啊 你如果每次打电话 我每次打电话回家 他是怎么样的 打电话回家 他一定在家的 现在啊 你打电话回家 每天不在家 因为有什么经历很好 可以到处跑 甚至呢 还有什么东西 他守的那些老人帮 都自己消失掉 他没有做任何东西 只是每天用RM Laser罢了 喝足够的水 他守的那些老人帮 都减少了的 都没有掉 甚至如果各位 有真的注意看他的眉毛 你看这些眉毛 是不是没有的 这张你看那个箭子 你看一下他现在的眉毛 我母亲没有像这年轻人去画那个眉毛 没有的 他这些全部是自己生出来的 所以甚至他也 前 就是 我好像是去年还是今年月头的时候 他回去的时候 他自己80多岁 他跟我讲了 他的记忆力也加强了 他记忆力也变成非常非常好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 真正的去在 太在意他讲的东西 但是他一直跟我讲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 是不是真的 我就试试看他 那我以前的母亲呢 记忆力很差的 那些电话呢 你问他什么电话 他一定要看他的手机 或者他已经写在notebook 他要去找的 他完全背不出来的 那一次他跟我讲 他记忆力好像变得很好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 我就做一个测试了 意思就是这样子 我做一个测试了 那我就问他了 我的电话是什么号码 那他呢 那时候呢 完全没有拿过他电话 完全没有拿过他的notebook的 他直接可以把我的电话背出来 那当时的时候 我也是 也是有在想的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时常打电话给我 所以记得我电话也不出奇 对不对 那我就 我就在考他了 那我哥哥的电话呢 我姐姐的电话是什么呢 他完全真的没有看手机 没有看notebook的 完全可以把那些电话号码 全部背出来 反而他背完过后呢 我觉得很惭愧啊 为什么呢 他背完过后呢 我还要拿我的handphone出来 看check一下他讲的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用这个东西 他的记忆力变成非常非常好 整个人也都不同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母亲 如果是各位有去西部的BOP 每一次我去讲课的时候 他一定我母亲一定会出现的 一定会出现在这个BOP的 他对这个产品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他那时候在BOP也是会跟人家分享的 他在用了真的很好啊 这一些 所以这就是我母亲 除了我母亲之外呢 还有一些可能没有照片的啦 我母亲就介绍给我阿姨那一些 那我也有一个阿姨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长期老累 他儿子是读 念医科的做医生的 那他因为家庭不是很富有 他长期老累啊 每天早上很早起来 要卖豆浆啊 这一些啊 弄豆浆来卖啊 来供他的儿子念书的 长期老累关系 整个身体的状况很糟糕 然后头发是完全白色的 那我母亲介绍给他用RMV色的时候 他用了差不多三个月这样子啊 他发觉到有新的黑色 黑色的头发开始生出来了 甚至整个人的皮肤也变得不同 他整个人的精神经历都不同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阿姨的女儿的丈夫 就是我表姐夫 表姐夫 他也是一样 那跟他的表姐夫是怎么样子呢 他表姐夫是有哮喘的 哮喘的 那他的哮喘是蛮严重的 为什么呢 他是做杂货店的 开杂货店的 那杂货店你知道搬东西啊 有很多那些灰尘啊 实际上有的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他的哮喘时常会发作的 会发作的 甚至很严重的 那我母亲 我的阿姨就把这个东西也介绍给他用 也介绍给他用 那他用完过后呢 用完过后一次两次过后呢 他其实他跟我母亲讲什么 他用完这个一到两次罢了的 他发觉到他的哮喘 感觉上真的很顺畅 然后他用了这么久过后啊 他的那个哮喘啊没有再发作了 没有再发作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发作了 所以呢哮喘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因为这个不止一个case我看过很多case 这一些哮喘的只要你每天用的话 你会发觉到残期来的话啊 你的哮喘发作的几率会变少 甚至变临都有的 所以各位真的哮喘也是很不错的 除了这一些之外呢 那这个我母亲呢 我家人这一些啊 我亲戚这一些呢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 公司4年多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的 很多很多的见证 包括有一些非常特别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见证 那今天呢除了分享这一些 我也分享一些 真正的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见证 各位 首先是这个中风 这个在印尼的 在印尼的 那首先呢 这位印尼的朋友呢 他是那时候是80多岁了 80多岁中风 中风完全是瘫痪 95% 95% 也简单来讲的话 他整个身体都不能移动 除了左手跟头可以移动 其他的都不能移动 甚至呢 因为中风的关系 讲话都讲不清楚 这个人讲话讲不清楚的 那 有人就介绍给他印尼的用 他用完两个星期过后 怎么样啊 他的 就是右手会开始动了 甚至呢可以坐起来 也可以讲话讲得比较清楚了 那 他一直在用印尼的 可是呢 of course 因为他是 95% 瘫痪 然后呢 他年纪又大了 他用了印尼的过后 虽然不可以100% recover 变成正常的人 但是呢 至少他现在还有一些 他可以坐起来 那些 有一些 手脚都可以动 但是呢 他不能100%好玩 老实讲了 但是呢 至少 从他这种 95% 瘫痪中风的 Case 你用了过后呢 还是会有进步的 但是以我个人来看呢 中风呢 如果是刚刚中风来讲的话 OK 如果你能够马上给他 Ion Laser用的话 他恢复的几率会非常高 也非常宽 这个是我所看到的经验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太太的叔叔 2018年的时候 过年前的10天 10天 过年前的10天 2018年 那我这个 太太的叔叔呢 他中风 他中风的情况蛮糟糕一下 半生不睡啊 半生不睡 那出来都是坐轮椅的 不能走动的 一边是不能动的 那医生跟他讲呢 那时候医生跟他讲呢 那最少如果这种情况 最少要吃掉 要做物理治疗 最快最快 也要6个月 最少 那我的岳父有用Ion Laser的 我的岳父就马上把他的Ion Laser 交给我这个叔叔用了 我叔叔就听他的话用 真的 但是一天不是用三次 可能用多过三次了 你知道吗 他只是用了一个星期 罢了 一个星期多一点点罢了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 这个半生不睡的叔叔啊 忽然间可以一个人 驾他自己的Toyota Hilux 去到我家 一个半生不睡的人 不能站起来的人 忽然间可以这样子 这个不止一个Case 不止一个Case罢了 在东湖也是有一个Case的 这个人呢 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不相信Ion Laser的 他是一个Engineer来的 那因为不好踩 中风 中风过后呢 嘴巴歪掉 嘴巴歪掉 那嘴巴歪掉也影响到他的视力 因为中风的关系 那他没有办法之下 就跟他亲戚买了一架Ion Laser来用了 OK 他同样的情形 医生跟他讲 他的状况也是要 至少六个月 也是要做物理治疗的 那他用了 同样的情形 他很努力的用 没有办法之下嘛 就拿Ion Laser试试看咯 他用了一个星期过后 他的嘴巴自己跳回正常 他的视力也恢复好 那他第一样东西去做什么呢 他第一样东西呢 马上跑回去去看那个医生 然后在那个医生的面前吹口哨啊 你懂为什么要在医生的面前吹口哨吗 以前嘴巴歪不能吹口哨吗 现在在医生的面前吹口哨 医生那个医生都吓到 问他 你做什么好到这么快呢 过后他就解释给医生 知道他用了什么东西 到最后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到最后呢 那个医生自己也买了一粒Ion Laser 回去自己用 好 所以呢 中风呢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非常非常有效的 各位 别忘了 刚刚中风的人尽快给他用 他用了 那些人用了过后呢 他好得非常快 也好得非常完整 我现在的老婆的叔叔是完全像 风过风过风的人 好 OK 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也是非常特别一个 这个健康的健身是在印尼的 这个女士呢 61岁 那她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肾 肾不好 肾不好导致到 他的身体的那个毒素排不出来 又水肿 又水肿 各位记得一样东西 当你水肿的时候 很多时候很大几率是肾出问题了 那因为导致那些毒素没有办法出来 全身都发炎了 很多发炎的问题啊 那 他的体重呢 也忽然间三升 100到105kg 他其实的正常的 那个体重是 80多kg罢了的 三升到100 然后 因为从西这样子啊 呼吸也困难啊 走路都困难 睡眠也不好啊 又时常头痛啊 这一些 全部问题都出来的 最主要是因为读书排不出来啊 发炎的问题啊 那有一个人就开始 我们其中一个有一些members 就开始介绍这个IM laser给他用了 那他也是很听话了 他介绍IM laser他也用不多 有办法可以试试看就试试看嘛 他就用了 用了三天过后啊 啊本来是水肿这些 用了三天过后开始啊 他每一天上厕所的数次 忽然间 啊 超过18次以上啊 想想看一下 一天上18次的厕所 那 也意思是说什么 他开始会排毒了 他的肾也开始会做工了 用三天IM laser罢了啊 然后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他体重从150kg跌到84kg啊 为什么呢 那些水肿造成的体重全部排出来 六天罢了啊 一个星期过后 他马上恢复到正常 我们可以呼吸很好啊 可以走动 睡眠也是很好啊 所以 这个IM laser对肾 是非常好的 肾功能 尤其是那些 时常吃药的人要注意啊 你吃太多药 残期吃药的话 如果你的血液循环不好 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把这些毒排出来啊 会导致到你肾的功能的 会导致到你肾出问题 所以呢 这一些的人呢 除了 如果你是这一些的人呢 IM laser呢 其实可以保护你的肾 甚至呢 帮助你更有效的排毒 所以IM laser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一些人呢 记得记得 你们记得要注意 要用这个IM laser 多用 还有什么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 以前我印象很深刻的 我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介绍这些产品给人家的时候呢 初期的时候 这个IM laser了 很多人还是不大相信的 我还记得这个是从Zhoho来的 那时候我们去Zhoho讲这个 这个产品说明会了 做这个产品说明会了 我们如果有10个人到的话 我们都很开心了 那一次他来的时候呢 他是其中一个 那他来找我们为什么呢 因为他来找我们是因为他的十只手指啊 有八只已经麻痹了 麻痹了 那他找我们最主要就是为了看一下能不能解决这个手指麻痹的问题 那我们就把这个IM laser介绍给他讲解 过后呢 过后就买了一架 那他买了过后呢 他就开始用IM laser 那时候呢 他可能 可能比较aggressive一点 他用四个八不是用三个八的 他用四个八 那用了过后呢 他发觉到他的手指麻痹的问题啊 马上解决80% 80% 还有一只手指麻痹罢了 他用了三个星期过后呢 他的麻痹的问题完全解决 甚至他的睡眠也非常好 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有一天啊 他用IM laser的时候啊 忽然间啊 他壁纸啊 有一些血块出来啊 就是从他的壁纸到他喉咙和嘴巴出来啊 OK 就是黑色一块一块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罢了 当他见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他感到非常害怕 你知道吗 他没有问我们的 他自己害怕 他自己害怕怎么样呢 他以为他有臂癌啊 你明白臂癌吗 nose cancer 他以为他有nose cancer 他就跑去看医生来检查 那他跑去医生检查 医生帮他检查到完全身 包括壁纸这些全部做检查 检查完过后他的result出来是怎么样 他完全是没有问题啊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简单一个原理的 因为他是一个厨师来的 做那些大草的厨师 那因为是残期在厨房里面啊 吸进去很多油烟 吸进去很多油烟 那再加上他本身血液 血液循环不好吗 所以会有麻痹的感觉吗 所以那些 所有那些油烟啊 都设在他 那个 那些油烟呢 全部都 设在他的壁纸里面啊 甚至啊 血液循环不好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排出来啊 所以他用了这个IM laser过后是吗 这个你的整个身体的系统 会把这些不该有的东西 在你的壁纸全部排出来 好 所以这些那些做厨师的人啊 四餐吸很多油烟啊 如果你本身的 领域系统不好 血液循环不好啊 你会留在里面的啊 这些可以造成你许多的健康问题的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就是 他用这个IM laser过后呢 他睡眠非常好了 然后呢 他的火车声啊 晚上睡觉火车声啊 也减少了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那一些你的 另一半的人 如果他们火车声是很大声的 IM laser可以减少这些 火车声的声音 OK 所以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见证来的 还有这个也是 一个火事餐啊 他做例子的 一个见证来的 这个是一个 他叫做 Yard Ahong Doctor 他是一个TCM来的 那时候呢 他是61岁 老师讲的 那时候他也是看到他 第一次看到他也是非常可怜了 这个人呢 他虽然是TCM了 但是他已经是有Bakkinson 15年了 15年那时候了 15年如果你简单做一个数学的话 61岁减15 他40多岁就得了这个Bakkinson 那他Bakkinson也是非常严重的 他Bakkinson不是那种比较轻微 所以是非常严重的 他吃很多药的 然后 如果是很严重的Bakkinson呢 通常都会造成他有忧郁症的 那老师讲这个人呢 他是有忧郁症的 甚至自杀过两次 自杀过两次 但是都失败 那时候的他可以就是讲 完全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完全是感觉 但这种人真的很可怜 如果是可以快点去掉 可以快点去了 是可以解脱了 我们自己心里这样想 不是说对他有恶意还是什么 因为为什么他完全是不能走路的 自己吃饭也不能吃 大小便也不能自己大小便的 完全每天都是坐在那边摇罢了 摇动罢了 那他吃了很多药 也真正的帮不到他很多了 然后他的体重呢 因为这个病的关系 长期困扰住他 然后影响到他体重跌到45kg 45kg 那 他的太太呢 就透过一些朋友 就认识到这个IMS 就决定来试试看 因为他家庭也不是很有钱的人来的 太太很疼他的丈夫 怎么样都要试试看 那他就把买了一架IMS给他用 他用了一个星期过后 他发觉到有改善了 开始有改善了 两个月多过后 他开始可以慢慢地站起来 慢慢地走路 说话也说到比较清晰一点 你知道他告诉我们 他第一次出去 第一次用了可以开始慢慢走路的时候 你知道因为长期困在家里 他第一次走出他家门的时候 是在一个盘晚 一个evening他自己走出去 想看看外面就走出去 那你知道他告诉我们那一些他的邻居们 看到他走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反应吗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那些邻居 看到他第一次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所有的窗跟门都关掉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都知道他的状况很糟糕的 然后忽然间看到他以为是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 这个是真故事来的 这个真的是真故事来的 不是我开玩笑的 然后他用了四个月多的时候 甚至可以自己驾车爬楼梯 来office给我们看他的状况 他的体重四个月过后 他体重不是56kg 从45加到差不多60多kg 因为为什么 用了IM laser修复你的神经线 修复你的脑细胞 甚至你的吸收能力也变强 所以他吃东西的时候营养可以被吸收 他的状况虽然到现在为止 他不是100%好玩的 他不能100%好玩的 但是呢跟以前相比呢 我可以讲至少有加强到80% 他现在可以像一个普通人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可是他还是要吃一点点药 再配合IM laser的话就可以完全控制他的病情了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每一次跟人家讲老人痴呆症 其实是最 IM laser都可以搬到很大 都可以搬到很大的 所以呢有 有Parkinson的人 有Alzheimer disease的人 IM laser可以搬到的 因为最主要你们记得 这一些的病呢 最主要就是要带在壁纸的 壁纸一定要带的 好 ok 然后这个是没有 也不是很很大 但是这个是因为他是一个牧师来的 所以我讲一讲他了 因为牧师不会骗人的 牧师没有骗人的 这个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个IM laser是怎么样呢 他这个IM laser其实是 人家买了一个送给这个牧师 因为为什么呢 牧师有长期的这个高血压 高血压 那 他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真正的很相信 不是真正的很相信 但是的的确确了 他有实事看待 带了过后 的的确确他的血压是跌 是有跌 但是他也不知道是 他血压跌是因为他的吃了药 还是这个IM laser 那时候没有办法 办法分辨 所以他也是没有真正的去 相信这个IM laser 到了有一天晚上的星期日晚上 一件事情发生 令到他真正的对这个产品 非常有同性 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那一天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呢 他躺在船上的时候呢 忽然间 他的左脚抽筋 那他的左脚抽筋 我们很多人都讲你只要抽筋啊 你把他拉直就好了是吗 你的腿把他拉直就可以解决了吗 他也是照样这样子做 但是他发觉到越拉就越痛 痛到他什么情况 痛到他的眼泪都流出来啊 一个大人人可以痛到流泪也流出来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痛有真的多痛苦啊 OK 然后呢 他碰到真的没有办法 拉直又不可以更痛 忽然间呢 他看到他IM laser IM laser在他的船的那个坐纸的那边 他就忍住痛啊 不能走动吗 他忍住痛用单脚来跳哦 跳过去 一个IM laser把他开地室 直接把他放在那边 腿那边 不用两分钟过后 这个 往抽筋问题就解决了 他痛到很久 放在两分钟 不了 Intensive fall 放在他痛的地方 两不到两分钟就解决了 所以有那些抽筋的人呢 你试试看你拿IM laser 开地室 放在你抽筋的地方 很快解决的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真正预防你会抽筋呢 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一起配合的 就是用PSR PSR含有许多的这些电解质 帮助预防抽筋啊 给你的肌肉 他的功能啊 等等啊 心脏功能呢 全部都需要这个minerals的 这个矿物质的 不是电解质 矿物质 矿物质的 好 OK 所以抽筋 大家可以试试看啊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我从很少修给人家看的 这个是我母亲的朋友的 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Destimony了 那这个小孩呢 你可以一看他照片 你就知道他是不正常的一个小孩了 那他因为为什么会不正常呢 他其实是蛮大年级的30多岁的了 他为什么不正常呢 是因为他的父母啊 血缘关系太接近 所以当他们生的孩子的时候 都会有遗传的这些缺陷的 好 我们叫Genetic Defects啊 OK 那他从小呢 就已经是大概是像弹簧这样子的情形 也长期有Astma 弹簧 长期Astma躺在船上 那他吃很多药 每次吃药吃的迷迷糊糊都是 没有起船的都是 都没有从船上起来 都是躺在那边的 长期了 已经30多岁了 都是这样子 那他躺一期没有力疲倦 躺在船上 甚至大小便都是在船上 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人呢 他的口水一直流啊 口水一直流 没有停过的 一直流的 那如果是这种人也是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RM雷射 应该是帮不到很大的蛮了 那我母亲因为跟她母亲是很好的朋友 又是同事 医院的同事 所以呢 我母亲一开始的时候 去她家的时候 她就跟她的 这个位Clement的母亲讲了 她讲 我有这个RM雷射非常好了 你不用买 我每天过来 给你的孩子试试看 看有没有帮助 那我母亲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她就马上帮她带 带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疗程 第二天也是去她的家 因为很接近 我的家很靠近 就给她带 她只是用了两天 她每天不停流的口水 用了两天过后 这个口水停掉 各位 如果你还记得了 我讲课的时候 我有讲到80多种健康的问题 记得吗 里面有其中一个问题 叫做 slival gland slival gland 她会绑到 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象不到 也不明白 她怎样绑到slival gland 经过这个case过后 她用两次过后 她的口水不再流的时候 我才开始明白 她所讲的slival gland 怎样绑到 她只是用了 两到三天 她的口水就不流了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她母亲也觉得很奇怪 就开始买这个 也是去买一粒RM laser 给她用 她用了一个月过后 她整个人的精神都不同 她整个人可以坐起来 甚至有人刚开始的时候 扶着都可以站起来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这什么事情呢 它呢 虽然有genetic effects 你用了过后 你不能好了 像正常这样子 你不能像一个正常的人 但是她带了这个RM laser过后 不懂得分别喜怒哀乐 这东西 比如讲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以前她都是 在船上迷迷糊糊 现在呢 如果母亲唱歌呢 她懂得拍手 你明白我意思吗 懂得拍手 甚至呢 她的功能捉弄她的时候 她会生气 虽然她不能完全100%好玩 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但是她用了RM laser The quality of life 是不同了 她的生活的数字完全不同了 所以我对这个 这个Destimony 我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OK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什么牛皮痫 皮肤病这些都可以搬到 这些就是牛皮痫的 这个人呢 她有牛皮痫很多年了 甚至还吃药 用steroid都有的 但是搬不到她 但是她用了RM laser过后 三个月多过后呢 她的牛皮痫完全就去掉了 就没有掉了 你看她 完全是没有了 好 第一是呢 这个人呢 我以前每次讲一个故事 就是 她用了三个月过后 以为好玩的过后呢 她就可以乱来咯 她就是她咯 她再吃烧鸭过后呢 整治烧鸭过后呢 全部牛皮痫就回来 然后还要重新开始再继续用 所以呢 我拿这个见证 给大家看 除了告诉大家之外 那些皮肤病啊 牛皮痫这些都可以搬到呢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记得记得你用RM laser的时候呢 如果有任何的进步 跟好转呢 记得记得不要开心的待着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初期用RM laser 你的血液循环跑得好 你整个那个系统做工作的好 它暂时是控制住你的病情的 一个人要从一个病好的话 完全好玩的话 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可能有一些要一年 可能要两年有一些 所以用这个RM laser的时候 有什么好转 记得记得还是要照顾自己 不要乱乱来 真的用心的用 还是要照顾自己 等到他完全给他时间自己去修补 ok 那这一些就是我今天 所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一些见证 我希望透过这见证呢 不是完全全部我所知道的见证 这些只是一些罢了的 其实很多很多的见证 要讲的话 我看IU 如果开一个平台有999分钟 也讲不完的 很多的见证 但是我最主要是透 希望透过这个几个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见证给大家 希望是告诉大家 这个RM laser呢 其实是非常好的 可以帮助许多健康的问题 最重要最重要呢 你每天一定要用这个 用住它 对它要有信心 要有耐心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健康的问题被改善的 还有呢 记得记得同样的情形 如果你家人朋友什么 都有这一些健康的问题的 你都一定要介绍给他 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人 恢复他们的健康 所以今天我的见证的分享的 就分享到这里 哎哟我